台北市立第一殯儀館 今年六月正式退場 台北市只剩下唯一一間 第二殯儀館 因此台北市殯葬處 先前推出命名海選活動 在二十二號正式公布新名字 公布新名稱的前一天 台北市殯葬處發出採訪通知 上頭寫著二館未來名稱 會是殯葬的冰 冰雪奇緣 還是冰與火之歌 讓我們拭目以待 讓不少民眾看了直搖頭 不好啦 就殯儀館就好啦 覺得好奇怪喔 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還是要經過老百姓的這個認同 不尊重又其細虐的方式 我們認為這都是不尊重家屬 以及往生者 論議員同樣開砲 因為冰儀館是莊重的場所 不應該以細虐的方式來命名 那台北市立第二冰儀館 到底改叫什麼名字 起動 答案揭曉不是冰雪奇緣 也不是冰與火之歌 原來是改叫懷愛館 有懷念先人珍惜現在的意義 不過前一天的採訪通知惹出爭議 台北市長蔣萬安趕緊澄清 我們為了二冰就是懷愛 那我們希望這個二館的新名字 能夠廣為大家所能接受 所以我們有在彩中上面有想一些 比較新鮮的創意的梗 而未來響應這次的改名活動 第二冰儀館化妝室的同仁 也自創歌曲展現懷愛精神 台北市殯葬處透過歌曲 想要呈現會做王者家屬的強大後盾 但這次的採訪通知 寫著冰雪奇緣和冰與火之歌 在追求曝光的同時 恐怕反而讓重點失焦 3新聞周神惠王毅德台北報導